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打心底力地感到自卑 因为觉得爱情这种事很难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遇到它的时候 我意外地学会了勇敢 因为它说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可以永远依赖我 我笑着说 谢谢你愿意喜欢 如此支离破碎的我 于是2015年的12月25号那一天 我们在一起了 只可惜这样的喜欢 只持续了两个月就结束了 因为异地 我听过一句话 说距离之与爱情就像风之与火 它吹息那些微弱的 也助长那些强烈的 而我们 就属于微弱的那一种 在一起的第二个月 它因为工作原因 被派去出差半年 走之前 它摸着我的头说 没事 我会每天都给你打电话的 但是离开之后 它只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每次我打过去 它总会说 我在忙 晚点聊 我好累 明天说 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 那些隔着屏幕的无力感 毫无预兆地袭来 我好像成为了它的负担 它的累赘 我怎么做都不对 怎么说 也都显得多余 有一天晚上 它手机停机了 我着急忙晃地骑着自行车 去营业厅给它交话费 那个时候我们还用的是 按键手机 不能用手机缴费 我清楚地记得 那天下着小雪 挂着冷风 好几个营业厅都体现关门了 我绕了三个街道 才找到一家营业的门店 但是它知道之后 并没有多感动 只说了一句 其实没必要 后来我自己想想 也觉得没必要 只是当时觉得 这是一种 在爱它的表现 从那以后 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 它不再问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开心吗 我也渐渐习惯了 它从我的生活中离开 直到有一天它说 我好像不知道 该要怎么谈恋爱了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说话 最后回了一句 好的 没有撕扯 没有谩骂 没有质问 我们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 所有人都会觉得 我不会太难过 毕竟只有两个月 但只有我知道 那个人对我来说 有多重要 他是第一个坚定 走向我的人 即使那种坚定 十分短暂 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不管干什么都会 提前主动向我报备 让我别担心 天冷会提醒我 注意保暖 下雨会专门来公司 借我下班 特殊的日子还会提醒我 不要吃冷掉的饭菜 他能敏锐地捕捉到 我情绪的变化 经常给我讲一些 冷笑话 逗我开心 不见面的日子里 他会反复告诉我说 他想我了 见面的日子 我们牵手拥抱 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 其实好多事情 我都已经记不清楚了 但是当时的那种感觉 他们仿佛刻进了我的骨子 只可惜那种喜欢太浅 浅到底不住距离 也挡不住时间 分手之后 我换了新的工作 也搬到了新的住所 我以为把一切换新 就能快速从过去走出来 但没想到 七年了 我还是没有忘掉他 每次跟朋友聊起来 我都会忍不住问 如果不喜欢 他当初为什么要招惹我呢 如果喜欢的话 他为什么没有再坚持一下呢 分手对他来说 到底是一种解脱 还是一种痛苦呢 结果不得而知 所以我至今难以释怀 前段时间 我听朋友说他要结婚了 日子定在十一 听到消息的一瞬间 内心五味杂陈 后来想想 应该是如释重负吧 我终究不再纠结 不再纠结当初 为什么而分手 我也懒得恨他 好像跟他有关的一切 在那一刻开始 突然变得不再重要了 我甚至开始庆幸 没有为他再耗费 下一个七年 我的生活还没有太糟糕 重新开始还来得起 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就 祝他幸福 也祝我拥有新的开始 祝我这种开始 我会不可以 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你找到什么好遗憾的了 你不可以 你不想